各位早上,歡迎收看這一節的即時攻略 我是林志彤,邀請來Stanley跟我們聊天 Stanley你好,你好,你好 先提醒大家,任何股票上的問題 可以打來204-6566問我們專家意見 又或者可以把問題電郵到ASKBSchannel.com 或者WhatsApp到91571428給我們 Facebook上還有直播 麻煩大家幫我們分享影片 有問題可以在留言中留下你的問題 我們就會盡快解答大家 先和大家看看最新走勢 恆指暫時正在升169.29218點 國企指數同樣有得升 升70點11486點 快市成交開市一個多鐘有312億 先問問Stanley 國企指數同樣有得升 但你見到昨天的成交已經開始熟路過半年 正常的 是否大家提早收勞呢 後市是否要等一月回來才有些看頭呢 是 原詩我都覺得是 是的 不過今天見到A局好像有些 起息 起息 A局就好一點 但大致上你都預計了 是2萬9這些位置 可以先拉鋸著 你說 就是市有否有些 我不知道大家的感覺 可能覺得 可能個別的股份 都還有一些叫做 動一下 就是騰訊這些都還有動一下 但是整個氣氛的市況都比較 好像靜了一些 是 如果你看回之前 市有很多消息 大家都可能會借著這些消息 可能有些只是炒在沖淨 但是你說現在好像真的沒有什麼 甚至乎 又不知道 你說稅改這樣算 稅改其實對於美股有影響 對於我們說的那個 行程的幫助 也都不算很直接 是 就是你要選擇拉近一點 就是怎樣拉呢 你不可能真的拉 你說那邊的金門股做好的 是 科技股做好的 你說香港這一邊的騰訊 不是跟一跟 回號不是跟一跟 就是這個叫 拉在稅改那件事情去談 但是沒有的 你說現在的港股 就是整天A股敗A股 你A股叫做 要站著穩陣腳的 你的市場就可能打彈 但是你說 現在真的有沒有機會說 就是衝破3萬 因為 我想大家現在唯一看就看 在年結之前 有機會試回3萬點這個位置 問一點吧 問一點 除非你突然之間 你說A股已經變了 唯一這麼寒 但是A股的人都放假 就是內地的人 A股應該不會放假 他們不放聖誕假 但是他們都沒有什麼 入市預獄 我覺得 現在大家是等的 如果真的要衝其量等些什麼 等下你說那個 經濟公眾會議 有沒有些事情 會釋放一些信用出來 但是 就算是都好 對於個別的板塊 可能有一些影響 其實我想過 他這次說什麼 這次 現在未開會 多自己猜 說什麼呢 環保攻堅 是 繼續做的 接著就可能樓市 找樓市 跳空 這個叫去槓桿 就不會手軟 加多飯 科技那邊 可能會加強這方面的發展 我覺得他似乎做這些 但如果你這樣算的話 那又真是 就預了 但如果 因為之前 都聽過一些分析 就是現在美國稅改那邊 有很大機會通過 是 會不會是令到 令到全球 其他國家 都可能有一個減稅的壓力 會不會有機會呢 減稅 反而這件事 我會這樣看 假設 現在美國 假設四歲改 會出現什麼現象呢 其他國家 會不會有一個減稅的動作 這是個別的國家 自己去衡量 這個你要做 你不是那麼容易的 我真的不相信 美國一減稅 那個月跟著他這樣做 但有現象出現 會是怎樣呢 假設近期來 當然 美國的市場是旺的 還有 假設 你真是未估 可能那邊的經濟數據好 那些公司 其平台是OK的時間 會有一個現象 是全球的資金 都要湧去美國那邊 沒錯 會出現一個什麼狀況呢 就是到時可能很多市場的 就是抽資的情況 不要說廣股 甚至乎 你可以說很多新興市場 都會面對著這個壓力 所以如果以今天的邏輯去看的話 即是下年的股票市場 可能有一些時間 是會很動盪的 因為突然間的錢 是去美國那邊 即是去美國那邊 可能你說消費 投資什麼都好 所以這個是一個風險來的 不過你說港股有一個好處 都不知道是否好還是不好 始終有筆水撐住 如果你真的撐住 那些權重股那一堆 又未至於不會有什麼壞 我都相信在深港通 胡港通這些的壓度方面 我覺得有機會是會有些調整 所以如果這樣算的話 沒有的 即是變成你的氣氛又好一點的時間 你的港股又差距有個抱 不過是害怕又害怕 反而你說 是不是害怕大家一起去減稅呢 我就沒有害怕 反而第一次我害怕 就真的 那些央行可以收稅這一下 這一下就反而厲害一點 因為大家可能美國那邊 你說加息現在都開始加 但是有一點大家可能忽略了 就是說它加息的同時 其實不斷是收稅 就是那個買制規模 現在是要放出來的 而且是那個數字越來越大 所以變了其實那個影響 反而那裡是會很顯著的 好啊 講完大市 剛才你也講到 港股是靠北水 而今天呢 平保這樣升化 關於北水市呢 平保真的厲害 平保真的完全 但是它都是80元那裡 壓一壓 都好像還沒上到80元 我今天升到100元那裡 其實這些關口位 我又真的不是很擔心 不要看 不要看 你好像時候簡單 你說信譽為例 你都對穿100元這個位置 是 其實這些位置 你說不要大意義 好像騰訊又400元這些位置 其實大家又不需要太過什麼 只不過趕出來的時間 好像 我真的順口一點 升到100元這個位置 不用太過擔心 但是你說 平保這些 說真的前景又是不差的 是 我想你問了哪一個 都說平保你過來擺一下 OK 還有這次反而有個情況出現了 真是說得對的 即是怎樣呢 是買平保沽人壽 即是緩馬 完全是 國壽完全 看圖 你看人壽的圖 真是 差天共地 這個是國壽圖 這個呢 平保的 真的差得太遠了 你說平保 好像這個圖漂亮多 人壽真的 真的有行鐵不成鋼 但現在那些北水 昨天是不是 就是套回 在內銀上套回出來 又買回 可能騰訊 港交所那些 今天平保這樣升 關不關北水 好像輪流去不同的板塊 其實是的 但是你說 人好像平保這些 當你的市況可能一旦叫做頂點 而且如果你真的要找些東西 即是市場的氣氛 可能比較好的時間 你說哪些股份會升呢 都是那四大天王 即是 騰訊、平保 有幫匯控這些 其實沒有 你說現在市場都是這樣走的 即是你說這陣子的升市 未來是靠他們 所以你要市場升的話 這些股份的表現一定不會差 嗯 好了 平保呢 今天又去到年尾都好像幾強 但是 剛才都說了 都未去80元 那現在買不買呢 買不買 沒有貨第一注 其實 其實我覺得現在買股的話 最好是怎樣 分駐去買 我都重新說 你說這些 譬如這些叫做 可能是蘋果 甚至乎好像騰訊這些 如果你說假設可以的 你分駐去買就會好些 因為這些位置 很簡單 跌定沒有 我最怕現在怕些什麼 我怕A股 A股我真的 我真的不會看A股 完全現在都不知道想怎樣 這是一個變數 但是如果你說解釋 分駐去買的話 這個是最安全的做法 因為其實你說 很簡單 你究竟看到底沒有 平保 甚至是騰訊 你究竟現在會再跌下去呢 真是沒有人知道 你一個 最後一天 一個大浪靠買來的時間 你的騰訊 可能有機會 又調十多元 真的不出奇 但問題是 你分駐去買的話 這個策略 我覺得 你說在上一轉的時間 你想回頭 其實最好 你想回當日 騰訊跌下來的那一刻 你說可能 穿了380 穿了 穿了 下去的時間 你分駐去買的話 其實這個策略是OK的 你也分駐去買了很多駐 但可惜我買得高 你混合那幾處 應該都 現在有錢賺的 大意思是 如果你這樣分駐去買 這些強勢股 當然 大前提是 它還是要向上走 你又不需要太多擔心 反而突然轉 不過問題是 又這樣說 下一轉跌下來的時間 可能大家要想一下 大家敢不敢去買 這是一個 心理上關鍵的情況 我們不如回答Facebook上的問題 都等了一陣 有位朋友 想問這169的前景 我猜它是YouTube方面的朋友 是的 這隻169 前景怎麼看 猜它沒有貨 但又不差 你可以電器本身 因為它本身可以買一些 叫做家 它是自己做一些 親眼師的家電 是 好像印象中是熱水爐加洗衣機 是OK的 那些消量是好 還有 它那個叫打的檔次 是高的 它分很多不同的檔次 但是最高端那些 它那個市場佔有率是極高的 這個是它的優勢 而且旗下本身有一個 夜日順的那個 叫做外送的業務 還有這些店舖 是帶四、五線的市場 那些其實我覺得 是OK的 所以之前那一陣的時間 炒 炒71的時候 它那個價錢炒了上去 不過這一陣好像回到一些 其實你會 不過回幅度又一成了 不算很多 還有這一堆板塊 我自己看 你真是 因為這些它有技術上的優勢 還有比較龍頭的話 不需要太擔心 所以你說沒有貨 你說買還是不買 但怎樣做法好呢 你沒有貨的話 這些位置買少許OK的 不怕的 還有就是出一些花紅的人 都可能會買的 大陸會不會的 應該不會 不關事 不關事 不過那些人怕些什麼 可能怕你有地產市道 可能你買一旦有些差的時間 那可能你說 可能買到出道慢了的時間 年底之下 這些家電都可能受到一些影響 但問題是 你可以本身有些外 就是要出口 那我覺得不需要太擔心的 那如果是買了 有多少錢買呢 這些位置你買 買一住才可以 我又不怕 因為我的理念就是 其實假設公司 真的叫做前景是OK的時間 有時候 真的不要太在意 一個多好 例如你買 你可能有彈藥的話 你先買一住貨 你再跌的時候 又要再加住 我想這個做法會比較 比較妥當一些 因為有時候你說 如果那些股票是壞的時間 說真的 拆穀底也不應該買 但是看目標價 可以看多少錢 你一定要先看前高位 前高位先 23個位置 你有一成的回報 真的不難 OK的 另外一位朋友 想問煤氣 想你多說一些 是 他跟你的策略 就是分駐買 又想有個修飾的效果 煤氣 如果分駐買 第一駐應該多少錢呢 先看看 他沒有 Lobo 我看你好像在下面有留言 多謝你先 是 我猜他在YouTube那裏 又流了 然後我們tack了他進來 其實這隻 我都說 我都有貨 不過都是儲了幾千股 其實我心目中 希望儲夠他一定的數量 可能你在說一些萬股 為什麼呢 我覺得煤氣有個比較好的地方 就是 他不得可以送紅股 就是十送一紅股 所以他的顏色那方面 他真的不及不上 你可能說 你說其他一些的觀眾股 可能就差一點 但問題就是 這個叫複色的增長 就是你可能 解釋 你是每一次 可能拿著一萬股 十送一的話 多一手 之後多一手 這個滾傳下去的時間 你那個 那個叫回報 其實它很不差的 但是看圖你見得到 我給圖你看一下 這個是 這個煤氣 一個叫五年號 其實股價基本上 都是長期見得到的 都是上升的 就是意味著什麼呢 意味著 就是說你每一次 可能那個股數 其實你多了 多了 多了之外 你連個加都賺了 所以如果你問我自己的話 這個假設可能是收息的 其實我都是喜歡 減回這些 可能你說煤氣這一類的股份 現在本身你說 可能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貨 但是你說 如果這一類的股份 沒有的 你就解釋這些位 暫時還沒買 一、二千股先 還要什麼時間 還要再加住 其實你說 即是長線儲夠去 一定的數量 用來擺在那裡的話 問題都不大 還有我自己看煤氣 這個 派送的政策 應該就不會怎麼變 所以按道理 你慢慢來擺一下 沒有太大問題 好 好 煤氣你就拿了 有一隻你也是拿了 都想跟你談談 就是一隻信譽 我也猜到你這隻 因為今天又彈回半城上來 說很飄忽 即是昨天是不是已經見了底了 我又不敢說 但是呢 又跟大家分享一下這件事 因為話說 信譽這一段跌下來 我之前跟大家有分享過 在收視的影片也有分享過 就是說 因為本身你見到他們的出貨量 是真的差到一些 是 昨天那一刻 最主要是因為優泰 那個出貨量也是差 但是如果優泰和信譽比的話 信譽那個出貨量 雖然都是還給你跌的 但是那個跌幅不算很大 同大家也有分享過 就是說 本身他的鏡頭 叫做混合鏡頭 是 如果真的他們做得 就是佔比 比較多這些時間 其實那個 那個叫單界那方面 其實應該是會比較高的 所以你說是不是 這麼悲觀 對於前景 我自己又 我想我會再看那個業績 我又 跌就跌了 這是真的 但問題是 我覺得不妨再看完 因為如果不看 我不深色的 非要這個假設色都來 真是壞 真是不行的話 到時就算了 就當自己看錯了 是關於一些衍生工具市 信譽都是 其實信譽不太明顯 但是信譽本身有一些牛證 它是98-95元的位市 所以昨天我也觀察到 當海一串的位置的時間 其實那些沽盤是大 相比之下是大了 如果大家有留意 信譽買賣的情況 其實兩邊排盤不是很多 所以當你有一刻突然之間 可能有些 譬如說假設 50K 五萬股的貨 其實可能這五萬股的數 已經可以將它 側低很多 所以變成 昨天就 我見到出現了這些類似的現象 跌完後 所以說真的 假設之後的速貨的兩個數字 租證是很差的話 可能還沒跌 但是 既然我自己有研究過 那個情況的話 就當給自己 試試自己的眼光 可能是錯的 那時候 你會不會溝貨呢 老老實實 如果我有錢的話 我會溝貨 有機會溝貨 但是現在有錢的話 可能我買騰訊好多了 而且 雖然說 如果騰訊下去的話 可能我迫著那個菇 就去 加上騰訊 好 大家聽到Stanley的報酬 我真的不害怕 我真的不要擔心 有人問我 有阿Keef 我們先聽一下電話 好 轉給阿Keef 不好意思 因為林珊等了很久 林珊早晨 林珊早晨 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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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隻 我不知道為什麼 七七夜月曼 和三零八種類 都沒有過 兩隻 你覺得短炒的 是不是 中長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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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所謂 你買飯聖誕禮物給自己 那應該買哪隻好呢 很難 很難抉擇 你問我自己的話 我覺得 月文會好些 但月文我經常都說 現在這些位置 我都希望等到業績之後 才決定追還是不追 但你說 中女 出口的型起 但中女這股份很難炒 而且之前 經常都是炒一些什麼 重組的東西 但是好像 指紋樓梯響的 我覺得這隻 有些 其實中女大家 如果炒開股都知道 很難 很難捕捉這隻股份 這一排 大家上來 到這些位置 你說是否又很定 又兩體 不過如果 林珊拿 如果你短炒的話 這隻 暫時建議你 你看一下 兩個六毫半這些位置 看看行不行 這些位置 守住的時間 你先考慮一下 這一隻 因為其實中女 我真的覺得是極高難 如果你要 贏他錢的話 應該就是 這隻比較難 所以如果你問我自己 要選的 可能兩隻 都未必是 現在這一刻 未必是一個好的選擇 現在這一刻買什麼呢 哇 真是很直接 是啊 其實我都是 一直這樣說的 你在聖誕節之前 或者今年年尾之前 不如就 有貨還沒拿著 沒有貨的 看你年輕一點 再想 現在這個 大家的策略 就應該這樣做 任何股份都是 就是要有一隻去買的話 會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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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買來放一下 這些位置 收一下帳 但是多蟹貨 蟹貨 不是多蟹貨 80元樓上 他好像經常被80元頂著 是的 但是你買 好像林先生所說的 你買中場線的 這隻 這隻是暫時來說 最安全的 這隻最安全的 那會不會這隻 是你2018年推介的股份之一 不會 不會 太過安全了 你知道買了一些 有些要想過度過 還有一些 會都是 那幾個範疇 其實都是 跟上年差不多 有些可能會有些改變 好 那林先生 有沒有其他股份想問 2號仔 現在罵得沒有 2號仔 中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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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電罵得沒有 如果罵到的話 但是 林先生 你也是買來擺 這隻 是不是 買來擺 中場線 這隻買來擺 太貴式 是的 但是用來擺 都不用想太多 買吧 說真的 你前低位 欠了兩元 還有 這些位置 你駁它已經見到底 我覺得OK 還有這些是公眾股 其實你真的不要說 你不是說多少錢買的 其實你覺得是 息率OK 兩三厘OK的話 長線都是持有著它 就買下去 是OK的 其實你說 那些公眾股 真的不用太多 你買來 純粹買來 放這些都很修飾 你可能跌就跌得不多 升就升得不多 你過來擺 其實是OK的 不怕 嗯 好啊 都是細林生的電話 另外謝小姐 在電話旁邊 謝小姐早晨 早晨 你好 請請請問 1800 我8.7买的,有8.5买的 8.7买的,8.7和8.5都有貨 現在怎麼辦? 其實這個基建板塊是最令人失望的板塊 弱者愈弱 今年的板塊是令人很失望的 勸箱? 勸箱加這個,真是差的 勸箱又真是沒辦法,市場不走 但經建這個板塊,按到你有沒有那麼差? 差得很乖 但你主要歸因於本身內地方面 可能那些項目有多一些PVP的項目 但變成這些基建板塊,這些固分就是 拿到很多的項目回來 但那個回本其實很漫長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挑戰,對他們來說 而且我看很多,這一陣子也有時候手行 就沒有一些一帶一路的資料 我發現一個現象就是 其實很多一帶一路的項目 談一談一談,其實最後都做不成 有些各自有些東西 即是只有一個夢在,但都未成真 不知道,我看很多那些什麼 譬如說像之前的什麼,尼泊爾,緬甸 那些搞一些什麼,見一些水壩 那些快便廠那些 那些公路那些,很多都各自了 你問一些有沒有影響呢? 即是他談完,已經簽約了 大隻港而已,那我都不知道 但你可以說有這些問題出來 那是不是影響了你一群的投資氣氛 這個不得而知 但如果你有貨的話,只要可以說 那些八個半都買的 那你拉雲的數目都跟現價叫做差不多 那我仍是承認,有一轉會炒上去的 但你炒得上去都好,不會多 所以如果你有貨的話,暫時都可以移回大概是九元左右 做目標價先 那這些價錢先沽下去 是啊,可能先保持住 那有錢賺,就可以想想吃糊 然後就換去那些快些增長的股份 因為始終這一堆,叫低不低增長 都算是 這一堆,下年應該都不是說 我會被查的了 嗯 勸商股都可能是,勸商股都真的不行 今年 怕了 是啊,真的 我真的怕了勸商股 好,多謝鄭小姐的電話 可以再參考Stanley的意見 譚小姐也是在電話旁邊的 譚小姐早安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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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想問哪隻股份 我是問119,保利智 保利智業 有沒有貨的 有啊 4.3買的 是 就是想問呢 她的公司呢 12月1日 公司出了一個新聞 是 看她的情況 她現在未落實 如果她落實了 是不是 還有機會可以升多一棍上去呢 哦,馬上是 哦,我明白了 我知道她在那裡通告了 如果升上去可以上到幾個 什麼價位呢 嗯,好 那等下Stanley再看看 現在呢 保利智業呢 四個一毫半 嗯 就四個三毫半 入的 那麼 那這一則新聞 怎麼看呢 如果這則新聞 的話呢 應該就是 她本身那個 叫做 下先啦 那個買賣協議 嗯 現在完成了 下先啦 她應該有一個 類似股權上一些的 轉變 嗯 如果你看回她那個 通告的話呢 她應該是說 變成新一間公司 她應該是 以這個 下先啦 補你地產為主 進行開發 然後有些的 借貸 就是會有些的轉讓 如果我只看下去的話 這一單的通告 是不是對於公司的影響會很大呢 我都要時間去消化一下先 不過呢 如果你以她那個 近期的時間 那個走勢去看的話 出了通告之後呢 她的估計是炒了上去的 但是我最擔心的是什麼呢 其實你說很多時候 有這些通告 就是可能你說一些 就是我暫時 當是一個 可能公司是內 重組的通告來的 那麼這些通告 本身對於公司 可能的幫助是大 但是最主要就是 到最後的時間 可不可以落實得到 因為如果你看回過去很多經驗 就是說呢 我們很多這些叫做 是重組的事項 第一可能拖很長時間的 第二就是說呢 到最後行不行 真的不知道 如果你留意保利這一系 其實在過去一陣子的時間 都暫時炒這些 叫做重組這些消息 嗯 但是到最後出來 好像又沒有太多的 叫做是 即是跟進這樣 所以現在是不是 即是這個消息 我暫時看下去 因為都要時間去 因為你知道 我們這些時間 很為難要猜測的 要猜測的 我只看下去 又似乎又真的不算 一些很特別的東西 但是問題是 股價現在這一段 就下了一些 暫時你有貨的話 都會建議你先拿著它 看看有沒有進一步的消息 還有實際說 如果你再看它 形勢 如果說內房這個版塊的話 我自己看的 比較中性一些 保利系 現在有這些動作的話 沽車可以先拿著貨 但無論如何 我會建議你有貨的話 暫時拿著它 但如果4個6樓上這些位置 到前頂位 破不了的話 都是先沽車 好 謝謝譚小姐的電話 另外黃先生 在電話旁邊 黃先生早安 黃先生你好 早安 黃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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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反而可以收拾一下 因為泰保的保護身份 比例還是OK 而且在內險股裡面 來計算的話 可能是新華保險 那個 我想那個波幅 相對比較大 如果你想這些位置 就是短線部署的話 我覺得可以考慮 這些位置也可以考慮 那你未暫時 如果你是安全為上的話 美分大概是 三十七元多 坐過指示位 不算是美先拿著它 好了 搭完電話 Facebook上面的朋友 都等了很久 回答一下keep的問題 是 669 長飛光籤 他就34元入了 是 之前那兩天跌得很急 今天就有個明顯的反彈 這個 即是 這隻股份 怎樣操作好呢 還有 就是 你又 喜不喜歡這隻股份 喜歡 但不是這些股份 我真的 可以的 差不多兩天 哎呀 但是問題 都是太高 太高 因為 你可以說 如果你看了圖 我給你看了圖 因為太高 這個是半年圖 它半年前 當然是15個領 現在刷下去 如果說現價34個領 都升了成倍 是 你可以說 之前的時間 這間公司 因為它做乾籤 我們說 很多鋪設些什麼 乾籤的電纜 這些 是對它的業務有幫助的 直接有受惠這個因素 當然 剛剛也有5G 5G 就是5G 炒這些消息 但問題是 其實5G 真的太快炒了 這個因素 太快反映出來了 你5G 那個人真的是 夏年才會制息 其實這些 會不會突然之間 會加大很多的量 不會的了 如果我們只看它的業績 簡報那些 可以的 有沒有看到5G 雜誌不能 看到 其實5G 因為現在還處於一個 就是 測試階段 現在會很大規模 投入 其實應該不會 但下年的時間 我覺得可以的 還有 因為你投資這些 乾籤的網絡 你都不看你快不快去 一定是 我們是不斷投資的 就是要穩定一個 叫做銷售的情況 但是你說現在這些價位 我覺得似乎 真的 我會覺得 是偏高了 你有貨的話 現在 固承先 但是 如果你真的這隻 你說再跌下去的時間 不然你說 28、29元這位置 才再加住 你說現在 水果護鮮行不行呢 一元水位到 水果護鮮都 我覺得你可以考慮一下 因為 因為這隻 這隻就好 中興也好 5G的話 我覺得真的 是受惠的股分 但是問題是 現在這些位置 真的要小心一點 我覺得這些位置 有一點點是高的 但是 28、29元的價值 是值的 開始部署一下 我覺得開始部署一下 好一點 這個刀是要分住的 這一隻 分住 但是相比其他 其實我自己很簡單 你說硬件股 硬件這一類的板塊 也是有問題的 問題是說 可能 那些設備 如果有些新的設備 出來的話 成潭業會 即它的業務 那個發展 有機會會完全被人取代 這個是一直以來擔心 這個問題來的 有些像 巡視乾纖 就比較好些 做乾纖這些業務 但是中興那些都是 如果假設 有一些產品很厲害的話 可能一下子就蓋了它 但問題是 現在暫時見到這個情況 所以如果假設要選5G概念的話 這兩隻是OK的 不過不是這些選 可能你說下年的時間 拿回一些的時候 先跟大家再推介一下 好 KEEP可以考慮一下 另外JARVIS 都想問1114華神 18.9買的 上網多少呢 汽車股 你一向不太好看 是啊 但如果那些要選的 都是來5K吉里加 就是華神的 不是華神 我覺得有些概念 第一寶馬那個情況 第二就是說 我比較憧憬 在小型貨車那邊 那邊的業務 有機會可能會做得比較好些 因為如果大家看回業績的話 就是看它的細數的話 寶馬呢 是賺錢的 另外在金杯那邊 它另一個品牌 它自己的品牌 其實那邊是市場市場都挺厲害的 但是和這個雷樂合作之後 我相信這一飯呢 有機會做得比較好些 變相之後 盈利有機會有些改善 所以其實我覺得華神 是不至於說差的 還有 如果它有錢賺的話 那你考慮一下 就拿著它 那這些位置都不怕的 而且都掉了一陣子 這些位置就比較安全些 所以你說現在有貨的話 拿著它不怕 好 還有一條問題 要你先回答到的 都等了很久的了 這個朋友Nio 他就問呢 他就有做功課 他說呢 因為他想對騰訊 有一個更加深入的研究 知道你都有一些搜集和分析 騰訊的一些基本面 他就說 除了看一些報紙之外 還有些什麼方法可以去看一下 分析一下騰訊這個股份呢 我都這樣說 我都這樣說 我照樣說 都沒有所謂 其實你說坊間 就是 整天大家講 什麼遊戲 什麼互聯網 講過這些 我想大家都聽到 都漏了 大家下去下去 可能會騰訊 下去下去都去講這些 但是我現在有個習慣 什麼習慣呢 因為 我都不是現在做的 我想由今年的 2、3月份開始做的 就是每一天習慣性地 回到家 或者是有空的時間 就可能在Google Google Search 看看騰訊 是 就是看看 搜尋一下公司有沒有一些特別的消息 你不斷按的時間 可能現在習慣了這樣按 你又可能加多一些 叫做一些字眼下去 是 例如什麼呢 例如我經常說 騰訊AI很厲害的 你試一下Google Search 騰訊加AI 看看搜尋到什麼 看到什麼出來 你可能再搜尋一下的時間 你發現到AI方面 它有一些 可能是絕藝 還有騰訊的影響是很厲害的 你再搜尋一下這些東西 其實看看Google的發展是怎樣 你做這個動作的話 其實你對騰訊的認識 是會比一般的人多很多 就是一般的人 意思就是可能 大家知道什麼人 多很多 要知道公司的價值在哪裏 那為什麼我對騰訊這麼有信心呢 大家自己搜尋一下 就知道為什麼了 那是騰訊的一些情況 是 還有它就說你在收市分析裡面 都提到你最近看一些AI 或者雲計算的書 有沒有什麼推介 我看了很多本 我看一下 可以記得的話 拍幾張照片給大家看一下 可能發出一些AI的書 但是如果你想看的話 有一本我覺得你可以去參考一下 是哪一本呢 就是你可以複寫的 叫人工智能智慧來料 這一本書 在台灣出的 這一本 它比較由淺日深去講回 就是AI 還有一些 真的可能說 未來的趨勢發展那樣東西 因為你說AI的書 我想我大大話 我現在已經有十多本了 都是中文的 都是中文多 因為都是在台灣的網上買回來的 有很多買回來 是放在那裡未看的 因為每一本都厚的 很厲害的 還有一些就是大數據的分析的書 但是很多 都不能一一記得名字 但是只不過就是說 其實沒有的 你可能最主要是要知道 那個概念是怎樣玩法 當你明白什麼AI 什麼叫大數據的時間 你遲遲而言就會知道 這個價值所在 所以都要很高度表揚 這位朋友 很努力做功課 是的 謝謝你 謝謝Stanley 這麼詳細的分析 Stanley有沒有持有 常述提供股份 信譽有 煤氣有 還有徹訊也有 好 謝謝Stanley 待會回來 我們還有其他直播環節 待會回來再見